擦爆下體、撥爆頭 戰男是共產黨員 他前天在柴灣魚灣村 殺死32歲來自湖北的男友 雖然情緒還波動 但通宵扣查他都合作說了犯案經過 我們記者去到湖北找到男友的家人 他舅父還以為我們是仇監 一度報警求助 原來男友出身貧窮家庭 父母都失業 間中還要親友接濟 但是就是個共產黨預備黨員 外語專科畢業 彈琴好手 早年教英文 在湖北都挺出名 街坊對他死都很錯愕 有消息說 男友經常都洗腳不抹腳 而且還很風流 雖然3月到現在 已經來香港五次探兩母女 不過在湖北另一個小三 不過兒子還剛剛滿月 懸崖男女關係 搞到慘死收場 懸灣村的街坊 就覺得整件事是悲劇 但家家有本難念得驚 最慘的都是目擊整件事的四歲來女 適合